穿越成爽文中的反派 但系统派发的任务有点怪 因为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都是各大爽文中的主角 如今来到现代 摩飞为救父亲 彻底放弃自己的爱情 选择嫁给吴勇 陈北璇差点没破防 那可是自己心爱的方琼啊 怎么能嫁给个死胖子 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 摩飞 你不要被他欺骗了 叔叔的毒已经攻心 即使是大罗神仙下凡 也不可能救得回来 玄机将矛头指向你 陈平安 如果你真救得了叔叔 我陈北璇算你厉害 你感到十分好笑 算我厉害 你他妈算老几啊 还是说你陈北璇脸很大 此时现场许多人开始道德谴责 陈平安 救人不过举手之劳 何必威胁他人幸福 棒打鸳鸯呢 傻傻 我看那女娃怪可怜的 救一救吧 你看着现场这帮人的嘴脸 心里很吃不屑 道德绑架我 那得看我有没有道德呀 虽装作一副委屈样道 既然各位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摩飞不用嫁了 刚刚说话的人都留下一条胳膊 我立刻治好他父亲 此话一出 现场的人统统闭上了嘴巴 开玩戏 说点风凉话可以 但真要付出代价 他们就一个个闭嘴了 乌勇 我求求你 以前是我不对 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买菜 做饭 洗碗 我都会 你要生几个都可以 摩飞都急哭了 眼看他父亲即将命丧皇权 尊严什么的都可以放弃 顿时让吴勇有股奇妙的感觉 以前自己在摩飞面前 也是这样的 最终心软了 点头答应下来 当看到夫妻对拜后 陈北轩感到喉咙一甜 仿佛受到无尽的重创般 可自己又不能动手 未来的死 让他对陈平安一点把握都没 而你没有食言 在系统里兑换一颗解毒单 就把摩飞父亲 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由于你的出色表现 晋升为特殊行动局局长 此时你正与华夏军方 最高负责人慕容公聊天 是关于陈北轩投靠樱花国一事 慕容公不太信 那弹丸之地 要不是有西方列强撑着 早成樱花省了 陈北轩除非脑子尽水 不然不会投敌的 但奈何你有小灵儿 根据她的情报 陈北轩联系了樱花公主 不过失去寻求突破机缘 并没有投敌 而你抓紧利用本次机会 造谣一下 彻底削弱她的主角气韵 就在这时 一艘核潜艇 偷偷出现在华夏海域 慕容公惊了 她是怎么绕过海军的 正于下令解决她时 你一把拦了下来 等一等 好戏才刚刚上演 只见核潜艇露出水面不久 陈北轩的身影也出现在海边 被选军 我来劫你了 选择樱花是不会搓地 核潜艇上走出一名少女 冲上来搂住陈北轩的胳膊 两人就这么一起有说有笑 这一幕 看到慕容公涡轮都增压到6.0T了 那少女是谁 她能不知道吗 正是樱花国的公主 多多结衣 陈北轩啊 陈北轩 你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 当即下令动手 军部的人果断出击 附近海军将核潜艇团团围住 陈北轩懵了 怎么回事 慕容元帅怎么会在这 陈北轩 你好让我失望啊 不 慕容元帅 您听我解释 陈北轩话还没说完 就被多多结衣给打断 老头 你想干什么 北轩军可是我的福嘛 天王的女婿 四番话语 像是点燃了慕容公的炸药筒 直接亲自动手 与此同时 河潜艇里飞出一个武士 慕容君 要话好好说 这是樱花的驸马 不得防死 没穿裤子 你给我滚开 我要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陈北轩见事已至此 无奈地叹了口气 慕容元帅 现在是新时代了 华夏不应该就这当年的事不放 况且 那些人不是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吗 没必要为他们而毁坏两国的友谊 死话一出 慕容公的两个鼻子都冒出了热气 畜生都说不出这样的话 你在后方实在看不下去了 当即跳出来道 陈北轩 你他妈在放屁 装什么清高 现在安稳的生活 都是先辈用生命换回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们先辈原谅 原来是你 陈平安 陈北轩这才明白 为什么自己去樱花的事 会被慕容公知道 陈北轩 你背叛祖国 侮辱先辈 通奸窝狗 我华夏怎么就养出你这种 不忠不义不孝之徒 文听此言 陈北轩也失去了理智 我就是投底 怎么了 你能拿我怎样 说着时还一把搂住多多结衣 废话少说 把他给我猪了 慕容公率先冲上去 与梅川内裤站在一团 你直接对上陈北轩 竟一招 便打得他内伤复发 就在即将取其性命之时 又一忍者挡在前方 我叫梅川凶兆 公主 我来当住他 你们快走 华夏海军打部队 马上要到了 说吧 燃烧惊险 将气势提升至巅峰 卡开飞行动 我去吃 拉伸干 骑到你 煞世间八个一模一样 制人向你袭来 每个左手螺旋丸 右手切鸟 哼 花里胡哨 你一把就抓到 真身所在地 将其脸安在地上 反复摩擦 紧接着一脚 踩爆了他的头颅 转眼望去 陈北轩已经使用秘术 带着多多结衣 顺善离去 与慕容宫激战的 没穿内裤 示然一笑 天网万岁 我没穿内裤 先走了 说完高举武士道 在你呆愣的目光中 分分钟 潜伏自尽了 华夏最高指挥部 鉴于陈北轩通敌叛国 为避免华夏 修炼功法的丢失 必须攻打樱花 将他捉回来审判 但要速战速决 不能让美国反应过来 说干就干 国座立即同意 昔日那帮鬼子 谎称丢失个士兵 而发动战争 经由我华夏操龙上将 在樱花失踪 派30万军队 外加歼20去寻找 以合金合礼吧 樱花国内 陈北轩由于叛国 身上主角光环 几乎下降到了最低点 连被动嬉妹都快要失效了 可偏偏这时候 有两个美女头怀送抱 让她陷入温柔乡之中 日日操劳过度 直到某天在地牢里醒来 才发现这是多多结衣的阴谋 派两个侍女去勾引陈北轩 在每天夜里下软妹伞 如今的她实力早不复当初 所以才会轻易被囚禁 这么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得到 华夏的修炼功法 此时此刻 陈北轩已无力反抗 为了活下去 只能交出半真半假的修炼法诀 与此同时 华夏军队整装完毕 借军事演习的名义 来到樱花国附近 给我打 狠狠地打 木龙龙一声令下 战机升空直入樱花国境内 海军掩护 陆军抢瘫上岸 华夏士兵一个个像自动加了buff般 每一枪都是暴击伤害 进不到三天 樱花只剩四座岛屿 在富裕顽抗 统帅加藤大鹰怒骂道 你们华夏无缘无故攻打樱花 必须给个见识 解释 木龙龙兮兮一下 你们抓走了我们的昌龙上将 这个解释够吗 胡说八道 被选军是我们樱花驸马 怎么可能是被抓走 心里则有点慌 难道他们知道了 陈北轩被关押一失 就在这时 有五人踏空而来 军为暴丹镜强者 这才是本场战争的关键 个人无力达到此等境界 人数和战局已经影响不了胜负 三十万军队 分分钟一个暴丹镜就能搞定 而华夏这边 仅有两个暴丹镜 其余都在边界镇守 加藤大鹰仰天狂笑 你们华夏军队枪又如何 奈何我们樱花背后有人 木龙龙满脸黑线 他知道会有人支援樱花 但没想到是五个暴丹镜 差一点 就差一点 这樱花国就成为樱花省了 他不甘心啊 正当木龙龙想放弃时 你从驱逐舰上一跃而出 手中刀芒大胜 刷刷刷刷刷 五个暴丹镜人头落地 加藤大鹰懵了 要不是刚内五人能踏空而行 他都以为是五颗白菜呢 怎么死得那么简单啊 不过现在这情况 华夏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加藤鹰索性疯狂一把 千免那个华夏人 我这招名为加藤鹰之手 是我最抢一招 敢不敢与我一击顶声 这个父子还没说完 你突然一个翻身 一脚送他上了西天 临死前加藤大鹰还是一脸不敢置信 这笔怎么一点高人风范都没啊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樱花国顺理成章地成为樱花省 待你找到陈北璇时 发现他已经骨瘦如柴 面窝凹陷 一副被吸干的样子 原来樱花国顺 他的修炼基因不错 想着接个种 一下子就把他给吸干了 现在修为几乎全废 看到这 你走上前叹了口气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陈北璇也是个硬骨头 成王败寇 你要杀就杀 何必吴咔咔一声 你一掌打碎了他的天灵盖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杀你了 太天真了吧 随后你让莫皇当了特殊行动局局长 把无限加农炮 以及18枚核弹头 留在了陈家 也算是对这句 身躯主人的一个交代 办完一切后 在慕容公等人面前 变成一道光飞走了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原来你是报单以上的境界 未免穿越内 小灵儿传来信息 宿主 下一站任务已经到来了 请尽快复身 三席后 你复身完毕 发现身体动不了了 仔细查看了下记忆 这一次不是绿帽情节 却是自己刚刚被打残废了 慢着 那个打残自己的 好像他妈姓肖啊